纽约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乔治·桑托斯 5月10日在纽约长岛被捕并被控13项罪名 包括7项电汇欺诈罪 3项洗钱罪 1项盗窃公共资金罪 以及2项向众议院做出重大虚假陈述的罪名 除了在财务披露方面撒谎的指控外 检察官还称桑托斯将竞选资金用于个人开支 包括奢侈名牌服装 并欺诈性地申请了超过24000美元的 与新冠相关的失业救济金 当天下午1点半 桑托斯在纽约中央爱丽丝普东区法院出庭 但他拒绝上述13项联邦指控认罪 并称起诉书为政治迫害 据纽约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称 他以50万美元保释 下一次出庭的时间是6月30日 传讯后 桑托斯还表示他不会从国会辞职 并计划竞选连任 美中原议长凯文·麦卡锡 周三早上在得知对桑托斯的指控后表示 不会要求他辞职 而美国总统拜登则表示 是否驱逐桑托斯则由国会决定 美国劳工部5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4月份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9%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5% 这是CPI同比涨幅自2022年6月创出40年来峰值9.1%后 连续10个月下降 尽管近期美国通胀显示出持续缓和的迹象 但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4月通胀数据促使交易员进一步押注 美联储将在下个月暂停加息周期 并最早可能在9月转向放松政策 5月10日 美国福克斯新闻援引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工作人员的消息称 边境巡逻人员于8日和9日 每天逮捕超过1万名非法越境移民 连创该数据的最高记录 消息人士称 该机构于8日逮捕了1万多名非法越境的移民 于9日逮捕了至少1.03万名 目前共有约2.85万名移民被拘留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工作人员表示 随着严控非法移民入境的美国第42条边境条款 将于5月11日失效 预计边境将出现一波新的移民潮 该条款在2020年3月特朗普任期内首次生效 旨在新冠疫情期间 美国边境执法部门可以快速驱赶非法移民 不允许他们提交庇护申请 直到美国政府宣布结束新冠疫情紧急状态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5月11日宣布结束该状态 从而使该条款失效 尽管拜登政府极力试图与特朗普时期的移民政策划清界限 但自2021年执政以来 该条款仍得以保留 总统拜登9日预测称 美国的移民形势将持续混乱一段时间 5月10日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围绕美国银行股 近期波动的卖空活动 该项调查的起因是3月以来的三家区域性银行倒闭 知情人士透露 这些卖空的投资者围绕银行业危机开展的活动 是司法部的关注领域 司法部正在寻找是否存在潜在的证券市场操纵行为 由阿联酋阿布扎比高级网市成员控制的投资公司 黄家集团已经建立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股票空头头寸 压住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加剧将给美股市场带来压力 过去一周 投资者对美国区域性银行健康状况的担忧加深 卖空者和通过压住股票下跌获利的交易员受到密切关注 知情人士指出 启动正式调查的标准非常高 目前尚不清楚检察官最终是否会提出任何指控 当下 AI生成图片正在网上变得越来越泛滥 甚至有些可以以假论真 针对这一问题 谷歌在5月10日举行的年度开发者大会 Google IO2023上 宣布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添加一种新方法 来帮助用户评估图像是否为AI生成 通过在搜索中的About This Image工具 用户将能够看到重要的背景信息 以及文件本身的新标记 允许将图片标记为AI生成 今年晚些时候 用户将能够在Google应用或Chrome的Lens中使用该功能 此外 谷歌还在当天正式发布新的通用大语言模型 Palm2 它是驱动AI机器人Bard的模型升级版 可以使用100种语言 擅长数学 软件开发 语言翻译推理 和自然语言生成